你在等我 是的 我在等你 我要引进一位朋友给你 你这么神神秘密 到底要我见的人是谁啊 一个很久未见的朋友 莫非 鬼谷纵横的另一位 已经在成立 你的右边鞋子上 有好几道擦痕 应该跟右手习惯用的 那几招剑势有关 而且身上还有这种碎屑 编程望楼衡量架构 独有的南墨 你在那里跟人打过架了 应该不是跟七绝堂起错 你气息略有极错 能让你这样 对方必定是高手 但心跳有力 所以不是生死相搏 而是 切磋较量 棋逢对手的兴奋 而且我认识你那么久了 你这人根本就 没有朋友 所以你要给我认识的人 必定是一位故人 并且大有渊源 综上所述 只有你的师兄 秦国首席剑术教师 葛涅才对 话说 你到底赢了没有 在下葛涅 葛涅先生 初次见面 见未出效 就已经让我受伤了 此话怎讲 卫庄兄说要我见一个人 我问什么人 他考虑了下 说是一位朋友 我跟他认识这么久 整天卫庄兄长 卫庄兄短 还老请他喝酒 他从来都没有 把我成为朋友 你说 这是不是在我心口 狠狠扎了一件 你们两位 不愧失出同门 好像每次我想 活跃一下气氛 都会冷场 鬼谷传人 也可以成为九公子的朋友 那是自然 九公子 是从小圣贤庄 寻福子 又对鬼谷传人 称兄道弟 但是在阁下的 五度一文中 如以文乱法 侠以武乱进 这两句 可是历历在目 原来 先生的致命之剑 在这里啊 百家学说 亦有分野 如同鬼谷绝学 分纵与横 儒 分为辅儒和王儒 侠 也有凶侠与异侠 轻之教 辅儒 一味求圣人治天下 轻视律法的书道 如果必须一年四季 每日都是晴天 才可以五谷风灯 以此治天下 忽略了人性善恶 未免不切实际 侠 为仗剑者 凶侠以剑谋私欲 一侠 以剑救世人 孟子曰 虽万千人无王儒 乃是儒之下者 看来九公子对剑 也颇有研究 在两位面前论剑 岂非一笑方家 庄子有一篇说剑 倒是颇得我心 愿闻其详 剑 分三等 树人剑 诸侯剑 天子剑 行凶斗狠 招摇过世 为树人之剑 以勇武为风 以清廉为恶 以贤良为己 以终胜为贾 为诸侯之剑 以七国为风 山海为恶 至以五行 开以阴阳 只以春夏 行以秋冬 举世无双 天下归服 为天子之剑 九公子所主张的 言行俊法 也是一把 智世的利剑 乱世重点 法可以成恶 也可以扬善 剑是凶器 剑 也是百兵之君子 剑虽双刃 关剑 却是在执剑之人 请 剑虽双 剑虽双 剑窑 剑橜 镑 剑虽双 剑虽双 你在等我 是的 我在等你 我曾经听人说过 身处井底的青蛙 只能看到狭小的天空 我很好奇 在这样破败的庭院中 如何写出谋划天下的文章 有些人没有见过汪洋 以为江河最为壮美 而有些人通过一片落叶 却能看到整个秋天 所以你是后者 行万里路 才能见天地之广阔 我曾经流浪 为什么流浪 难道家国不容 为了寻求一个答案 什么样的答案 我遇到了一位老师 我问他 天地间 真的有一种超越凡人的力量 在冥冥中 掌控着命运吗 你的老师如何回答 老师说 有 那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当时我也是这么追问的 那么你的老师回答了吗 所以 这就是你在这里等我的原因吗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难道家国不容 我只是四处走走 散散心 心 如果在深井 眼中的天空就会变小 你并不了解我 不如我先回答一个 你并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吧 你会死 你说什么 关键是什么时候死 如何死 你难道知道 我曾经穿过岁月长河 看到过自己的死亡 你相信吗 我 不相信 死亡并不可怕 尤其 对一个死过一次的人来说 每个人都会死 不是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刚才追问 天地间那种超越凡人 在冥军中掌控命运的力量 到底是什么 不错 高山 高山变成深谷 沧海化为桑田 下冬天 下冬的枯冲 国家的兴衰 人的生死 人的生死 真的是神秘莫测 天地下冬天 臨庭之望 这就是大安 这种力量就在身边 充盈了整个天地 当静下心来聆听时 它就像是一首歌 你听到了吗 MING PAO CANADA P석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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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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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脖下 我脫下 韩非先生 韩非拜见秦王 嬴政受教了 嬴政受教了